王麒麟跟李洋再度在奥运会拿下男子双人羽球金牌 完成二连霸举国欢腾 议长佟子伟和市长谢国良两人除了恭贺之外 在接受媒体先后访问时也异口同声强调 希望争取中央尽快在基隆设置羽球队的国家训练中心 特别像是周天成和李洋这样的好手都是基隆高中的校友 这次我们奥运的第一面金牌 所以我想举国欢腾 我们打开脸书电视全部洗版 大家都非常开心 我想这跟我们基隆也相关 因为我们基隆高中羽球队培养出非常多的好手 那我们现在正在争取这个国家队的羽球训练中心在我们基隆 希望中央可以赶快来核定 让我们基隆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好手 包括我们教练 基隆的教练也是培养这次我们很多选手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想在培养一个运动环境的过程 不止只有场馆的补助跟设施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配套 包含软硬体的一些相关 包含奖金制度等等 我们如果有更好的环境跟资源 我想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好手 体育就是我们国力的展现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也会全力来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体育活动 我想林洋佩让这次大家非常的开心 我后来在第三局的时候看到 不知道是13比12还是12比12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 我把它关掉了一下 我觉得我心情需要一点平复 然后后来才又打开 然后一路看到结束 那我要拜托一下中央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基隆高中这边 也要做一个宇球中心 那这宇球中心总是在这个得奖牌的时候有被提到 那现在也不是不错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推动上 我们地方政府愿意全力配合 再加速尽快一点 大家都可以看到林洋佩夺的金牌 那这又是在于基隆高中的荣誉校友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级的宇球中心 能够在基隆落地生根 这个也是我长期在推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大政 当然希望啊 不管是谁 李洋啊 还有周天成啊 只要是 不管有没有得金牌 只要是我们基隆高中的 在地的 我们通通都要邀请回来 谢谢 受到先前凯米台风影响 暖暖区113年模范父亲 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延到8月5号举行 由暖暖区公所在定祥里民活动中心举办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委 市议员莲恩典 林敏勋 陈冠宇 以及陈明健都亲自参加 恭贺15位 分别由暖暖区各里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和客家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代表 以及12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同职委 先后恭贺受表扬的代表 小爱爸爸做爸爸才六七年 感受已经很深刻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些在座的父亲 都是辛苦了一辈子 付出你的辛劳 一方面养育家庭 一方面在外辛苦工作 一方面养育家庭 真的非常的钦佩 感谢我们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都在地方上做出让我们觉得非常感佩 而且感谢的重要的事迹 那我们也谢谢所有的里长 花时间来推荐 然后来陪同 今天的一个重要的仪式的举办 祝我们所有的父亲们 身体健康 然后呢 这个永远都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资助 我们今天代表金融市议会 共同来感谢我们在座的模范父亲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对社会还有家庭的付出 还有奉献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议员 都非常认真的在为暖暖区 为我们每一个社区 还有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在议会来用心的来争取 监督我们相关的预算 也拜托大家给我们在座的议员 一个掌声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为我们共同来代表金融市议会 感谢大家对社会 对家庭的付出 也期待大家继续成为我们心中的榜样 还有模范 祝福大家 感谢 谢谢 其中暖暖区地内里的彭成章先生 分别获得模范父亲客家代表 以及地内里好人好事代表 而在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眷等人陪同下 一起和府会首长 以及议员们合影留念 提前庆祝父亲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优秀